唉唷 燙到我自己了啦 噢噢噢噢噢 卡到 卡到了 卡到了 哈囉 大家好 我是鬼鬼 歡迎回到我們的新地獄生存第13集 我們上一次把這個新的堡壘的家已經蓋好了 那大家推薦呢 用線把它擋起來 欸 似乎就不會長出來囉 這個線現在會排成一個方形的 有嗎 細細的 大家不知道能不能看得到 它現在會合併起來 以前記得是排成橫的 然後四條線應該都是橫的樣子 現在它會把它連接起來的說 那這個藤蔓就不會這樣一直繼續長去長 我本來想說要不要讓它長到天花板 反正它就不會繼續長了 總之這樣也好 這樣比較好看 那我們這邊呢 算是安全啦 這裡頂多就是殭屍豬蕾 噢好大一坨 這殭屍豬蕾好多喔 反正是不會被攻擊倒是還好 但麻煩的地方就是 幽靈其實還是蠻多的 連那個堡壘都會生歐 然後我的地形就一直被摧毀 像是這個 這裡的地獄岩又這麼薄 很容易一個動一個動的 很討厭 呃 這邊麻煩 住得太空曠了 所以就是 很容易地形一直破 我就要一直補 不然就是要狠下心把這邊全部鋪滿黑石 這樣就不會破壞了 但 好大喔 這地形太大了 我要挖黑石 要把旁邊的堡壘全部挖空了 總之今天我們差不多還是再去一個冒險一下吧 我們上一次帶回的玉髓錠好像已經有四個 玉髓碎片了 我記得加一加好像有四個碎片 我看看 有一個遠骨 喔有 遠骨魚還加碎片 然後四個黃金 然後就可以完成了 好 我們這個先來燒一下 那這個玉髓錠 我現在有的鑽石量 大概只能做 鑽石劍 欸 還是我們升級成玉髓劍呢 玉髓劍應該可以用蠻久的吧 可是要升級這麼高級的裝備 通常有附魔會比較好 我們現在沒辦法附魔怎麼辦 呃 真的目前還是沒有附魔的辦法 我還在等他該辦 看一下之後地獄能不能換到紙張 或是直接換到一本書 阿不然就是那個黑石人代替那個鵝卵石 直接做出一個殺輪 這樣我們就可以把這個蘇磨掉 總之目前的狀態就是得不到蘇 沒有蘇我沒辦法附魔 再來就是黑曜石 黑曜石可以這邊交換得到 對 就是插蘇 然後還需要更多更多鑽石 不過接下來呢 我們要找鑽石 那就得前往更多地獄堡壘了 所以我的劍還是把它做強一點好了 來吧 第一個玉髓錠完成 那再來就是第一把的玉髓裝備要出來了 我們在這地獄生存 叢林開始打造的玉髓裝備 登登 玉髓劍 攻擊傷害18 只要砍兩刀就可以解決朱布林了 呀 這樣我們最強的武器 耐久有可以好幾千 這是大概1800還是多少吧 我們現在用的都是32 或不然10件好像不到100吧 耐久都超低的 總之我們終於有一把像樣的武器了 好的 那準備差不多 我們要出去冒險了 這次呢 我們要在騎著自主獸 再往更遠的地方 我們這邊岩漿海好像有一點次數獸出現了 我們去找一下 那我帶了一些終界箱 那終界箱 就是一個 我這邊算是消耗品喔 因為我沒辦法拆 鑽石鎬的鑽石還不夠 所以為了鑽石鎬 我們先把 欸 那個有欸 欸 為什麼會有一個 在發抖 可是它不是在岩漿上嗎 它怎麼抖得這麼厲害 我們這邊要想辦法下去其他 我們從這邊下去好了 這邊我們把路撲過去 那 欸 豬 豬 等等喔 豬肉 豬肉 欸 吃掉了 有 豬肉 OK 它是飄在天空的耶 那是赤豬獸發生什麼事了 等等喔 我們要小心一下 這裡 往下走 好 這裡 從這邊鋪 嘿咻 嘿咻 好 呃 欸 它真的浮在空中 它真的會飛耶 赤豬獸真的是會 浮在空中 不曉得為什麼 這邊先拿釣竿把它吸引過來 來 有沒有 釣竿 欸 光看釣竿 它吸引的過來嗎 欸 好像可以耶 好 然後給你按 我就可以起了 那接下來我們要往哪個方向走好呢 這個方向 負的 我們上次不知道走哪裡有點旺喔 這個立座標變正 然後X變負 好啦 我們就這樣斜的出發吧 畢竟我們上次在這邊看到寶蕾那 繼續GOGO 加速起來 我們這邊用 這個人稱看起來比較清楚 那這一片真的很大片耶 超大一片 然後一望無際的 那這邊視野外面都好黑喔 看不到遠方 我把我的顯示距離調大到24好了 有沒有看得更遠 嗯 欸 喔 這邊有門耶 破碎的傳送門 然後上面有黃燈 可以拿 有寶箱耶 讚喔 這個地方不錯 太好了 上岸 可是麻煩的地方就是 它沒辦法爬 如果它可以爬上一格高就好了 這要讓它爬的話 我們可能要準備半裝或是樓梯 喔 好多黃金附魔裝喔 不死克星5的金劍 這砍了一定很痛 可是它耐久太低了 還有一顆黃金 現在版本呢是SW18A 那就是在 幽青森林啊 還有這個 靈魂殺幽谷的怪物量會減少 不過有時候還是搞不懂 刺足獸的速度 有時候它突然會爆衝 爆衝好快喔 那我這邊已經有為它吃蘿蔔了 所以速度應該要更快 我們之前不曉得為什麼遇到說它 突然爆衝好快 就是快到我有點 會 控制不住的那種感覺 它怎麼樣才會讓它爆衝啊 這裡 哇 被圍住了耶 這裡要繞一圈 好 我這邊可能要準備一個半裝 讓它從這邊 陸地上也可以爬過去 今天幫它開好路了 只是它現在走在靈魂殺上 超慢 我在想我放個岩漿 會不會 幫助流動咧 唉唷 欸 有耶 放個岩漿 你看它 欸 不是 我 我飛起來了 又飛起來了 這個bug還在嗎 這應該是bug吧 你看現在已經沒有踩在岩漿上了 是不是在岩漿上再高一格 你看它臉色發抖的樣子 是不是在它發抖 然後碰到岩漿它就會這樣浮起來啊 那我幫它加速有沒有用啊 它現在好陡喔 現在好陡 這個樣子真的可以嗎 它真的浮得比較高耶 可是我覺得速度 嗯 看不太出來 有在加速嗎 不曉得 哇 那這邊是火山地形 這種地方就沒有堡壘了 所以我們可能再往別的地方走好了 那我想這邊先靠岸一下 然後再用岩漿 我看一下它還不會再往上飛 這樣子 欸 有耶 有嗎 可以用這個方式爬樓梯耶 它碰到岩漿那個會快速的高速移動 這樣好像比較正常一點 好 應該 應該有飄一格嗎 不太確定它有沒有飄在上面 總之我們往下走 欸 真的沒有再往下耶 大家看得到嗎 它這高度就是 在飄 我真的在飛耶 你看這高度很明顯了 這已經三四格了 阿不對阿 這樣我要怎麼下來 我這 這會撞到頭這會撞到頭太高了 等一下 這個方式不太對 呃 燙到我自己了啦 噢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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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噢 等一下我越飛越高 哇我怎麼下去 等一下那這bug該怎麼解除啊 這怎麼下不去啊 熏熏熏熏熏 好還好好看我要水還不用喝 不是啊,飛那麼高,我很難下去耶 這樣飛高高可以加速嗎 欸,這好像沒效 欸,有有有,點下去了 這個嘛,如果可以再高的話 這要高的話就必須就是,呃,要跟牆壁一樣高 它就是,牆壁多高,你的岩漿倒多高,它就可以多高 欸,但是這樣會燙到 等等喔,直接喝了 這樣子會燙到 好啦,我這樣直接燙上去好不好 有沒有 飛起來 來 飛起來 好 來打這個幽靈 我是不是在飛啊 欸咻,而且它不理我欸 我現在上面居然不理我 好的 看我目前越飛越高喔 我這邊還可以 我也許可以,唉唷 為什麼大家想要打我 我看一下,我從這個山壁 看一下這個,啊,我從這個 天然的岩漿繼續延伸上去好了 應該可以 有嗎,有欸 有欸 等等我這個 那個蘿蔔先換掉 這樣它就不會亂跑 欸真的會這樣伸上來耶 它其實就是有點像被水這樣帶上來 只是它的高度不會降低啦 你看 可以爬山 好不好,自主獸爬山的方式是這樣的 很強欸 這樣我們就可以一直一直飛到最高點 那只要有從上方岩漿 留下來很長很長 那一長創呢 我就可以跑到它相同的高度 好,只是這樣子 好慢喔 中飛的 地獄中飛行啊 不過我想了一下 我這樣的話 該怎麼下去啊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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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該怎麼下,下車 我下不了車 我看它們不會靠近陸地 然後 它們沒有辦法 恢復正常 游上去 有 我先在這個陸地先讓它 停在旁邊好了 這樣 OKOK 欸上不去耶 還要再高一點 等等 喔,再高一點 有了嗎 上來嗎 還差一點 我自己弄上去 有了 上來,啊我的 喔 有了 好,那這個鞍我可能必須 取回來了耶 啊不然它這個這麼高 我 唉唷 我的抗火沒了 抗火三分鐘沒了 好啦 欸欸欸欸 不是我做到了 喔 喔喔 飄走了 我必須 啊我又做到了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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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危險喔 我先把它停在這邊 停在這邊 好 它都沒有把鞍取回來的選項喔 跟豬一樣就放上去 就沒辦法再拿回來 就只能把它 解決掉了 好不好 今天只好先 宰了它 那 它這個bug 不知道什麼時候才會修改掉耶 這應該有點 這算不正常吧 它這樣飛上去 然後就下不來 這個狀態也不太對阿 那目前只好先 步行繼續往前走了 今天在高度已經到 79 還算蠻高的啦 這個地方 開始找堡壘也是不錯 那黃金我還要挖嗎 我黃金真的是太多 我懶得挖耶 我不挖好了 太奢侈了 我現在已經是 不用挖黃金的一個狀態了 可是這邊都是岩漿海 我們還是得 得跨過岩漿 還是得 得從岩漿那邊跨過去 會比較好走阿 欸 前面那個是嗎 欸是耶 前面那個 有小小的柱子 我看到了 然後旁邊又是火山灰 欸 可是怎麼那麼小 等一下這堡壘合理嗎 可能有些被埋在那個地獄也裡面了 這邊可以靠近一下 我們從這邊墊上去好了 它的一個小小的入口處 從這邊 來囉 進來堡壘了 這個新的堡壘 能不能讓我找到鑽石呢 喔 這個堡壘好像意外的還蠻大的喔 雖然這邊切到火山地形 但 好幾層的 欸 好幾層的感覺耶 這邊 欸 等一下 這個有點難走 哇 牆壁直接變成了一個黑石了耶 這個有點麻煩 先把它 圍起來 好 這個 欸 等一下岩漿是 你看上面是懸浮在上面的耶 這個有點不妙 欸 欸 這個我們碰到的話 它大概會擴散 欸欸擴散 出來 危險啊 等等啊 這邊有耶 十字路口 只是這岩漿 太麻煩 岩漿好多 然後有史萊姆的聲音 你看這岩漿 欸 它是被切開的耶 因為玄武岩 這種火山地形 有這種一格一格的岩漿 所以它這邊地形 可能是被切開的 然後上面還有 史萊姆在彈 哇 這個怎麼走啊 這個有點難走 那 換從 這邊過去好了 這邊也是 欸 欸 喔怎麼這樣也碰 啊頭上啊 反正我要喝抗火嗎 可是我喝了就 我只帶一罐 剩下的是放在那個 終界箱 喔這跳太高會燒到啦 好討厭喔 為什麼岩漿會在頭上啊 好像要喝一下耶 好像會出事 好像會出事 好討厭喔 好啦走啦 現在不怕岩漿了 GOGO 喔有了 這邊一格岩漿的地方 通常就是會有一些樓梯或寶箱 通常啊 它的架構大概會是這樣 有欸有樓梯 然後 看一下沒動 好 這裡外面也沒路 好往下走 樓梯旁邊下面可能就會有疙瘩 好 要看一下 這種地方 欸還美耶 喔喔 這裡好搭喔 我覺得 欸有疙瘩了 好 我覺得我們這邊要帶上獄水箭了 好不好 這邊有點危險的時間 那疙瘩 它 帶回去其實也不能幹嘛 但我可以拿去堆肥 但是地獄的 欸有 有寶箱了 地獄的骨粉 什麼的 欸好多喔 地獄骨粉其實 不難取得啦 在龍龍沙幽谷就有了 我們來開 喔 兩個鞍 鞍有一點多 那馬卡爾就算了 但地獄哥當然我還是不要帶好了 我們家應該有一些 反正要種 要尿水都還有 再來下一箱 拜託拜託 來個鑽石 有一顆 有一顆不錯 所以我家減拿一顆 那鞍我頂多再帶個三個回去就好 帶太多用不到 好 那前方 欸還有一箱欸 這邊有三箱 鑽喔 而且都沒有怪 鑽石鑽石 我們要主要是先拿個鑽石鎬 那至少我們可以挖玉水礦 那 沒有 那這個方向找過了 我們再往前走 我們剛剛從上面下來吧 那這裡還有好多條岔路喔 等一下 這個岔路怎麼那麼多條 這裡我都沒來過欸 喔有了 寶箱 來 哇 更多的鐵 鐵也是要的 那馬卡還是比較多 黃金鐵的鑽石馬卡都有 如果它可以分解就好 哇 這個牆 有一個漸層色的感覺 三種顏色分開的 那繼續 轉角 遇到箱 有了 轉角 欸有豬 來 三個黃金 沒什麼好東西 再來繼續往 欸沒路了 這邊要走的話 要往下 還有更下方的欸 這個好高喔 好多層喔 這個堡壘 欸有寶箱 有骷弓 那裡是不是還有一個啊 有欸 有兩箱欸 讚喔 我光來 吃我的獄髓劍 兩刀解決 開箱 鑽石馬卡 可惡為什麼是馬卡 如果是鑽石 多好呢 有了 第二顆 不錯不錯 這裡的箱子很多 再一顆就可以達成我們的 撰稿的任務了 這邊上面好像 欸有欸 上面還有一條路 上面這邊被包住了 這裡還有 這裡一箱 來 只有三個黃金 前面還有一箱 遠方這裡還有一箱 應該差不多 我們這邊好像逛完了 那 拜託來個 鑽石 哇 這裡有黃金喔 還有沒有呢 哇沒了耶 這堡壘差不多兩個鑽石 還算不錯了啦 OK 這邊繼續步行尋找下個堡壘 或是這個 珠布林的堡壘也可以啦 那邊也是居力有寶箱 不過現在確實能發現這種火山地形的 岩漿變多了 以前通常都一格一格 但現在都會有一片一片的岩漿壺了 大隻的應該也不怕了吧 大隻的 大隻的 嘿咻 八滴的傷害 八滴 OK 搞定 剩下中的 欸 等一下那個是 堡壘咩 這裡也有堡壘耶 奇怪堡壘不是說不會生在 這種岩漿 不是火山地形嗎 我看到了堡壘的影子 還是可能是旁邊有別的地形 我看看喔 呃 先保險一點 這邊 好 從這裡往上 又一個堡壘 不過我們上次在堡壘都好像沒有看到半顆堡 呃 鑽石欸 都只有黃金 那這邊我們就直接爬到最上方去開寶箱 呃 通常在上方啦 呃 這裡真的好危險喔 真的不能亂跳 它到處都是洞欸 我看一下 呃 這裡好像 應該打開會有樓梯 有路嗎 找一下喔 哇 珠布林來了 我現在有黃金 OK 呃 寶箱 寶箱 喔好大 我看到金磚了 這個地方 唉唷 這種地方好像會有豬喔 會有野豬生出來的樣子 寶箱 寶箱 先看一下下面好了 下面好像沒有欸 這種結構寶箱可能在上方 那我要拿那個金磚 怎麼辦 我必須 對抗這一坨人 想拿 反正我們用岩漿護體好了 想金 欸有寶箱在這邊 這邊有一個 那 來拿了吧 我先缺了一下 上面這邊先解決掉 好不好 我們這邊 這邊的先處理掉 上方的 來 3 4 5 6 應該 應該要死了才對阿 喔 死了死了死了 好 我們來開箱 我們現在挖這個 看一下 我要換成鐵鎬 看一下喔 這樣子 欸 感應不到欸 沒有人來追殺我欸 好像沒事 感應距離沒這麼遠喔 我以為它可以更更遠一點 好像沒事欸 好 那我們可以去開那個寶箱 開寶箱的話 好像也沒事欸 我開 哇喔 等等東西好多喔 最近這技能蛋蛋蛋 好東西沒多少 我們先把Stime解決掉 喔 好像有事囉 這是要來打我嗎 不知道怎麼繞路了 它該不會繞背打我吧 沒那麼聰明吧 看一隻 豬被往左邊衝過去了 哇 這邊豬開始聚集了欸 我想再看一下這個寶箱 呃 還是我們這邊就來試試看用這個 漏斗的方式呢 今天做漏斗 然後讓東西從下面漏出來 那漏斗應該不算箱子 對他們來說應該不會想要打我吧 那必須從它下面挖一格 然後漏斗 OK 慢慢把它漏下來 那看一下 漏斗能不能安全獲得呢 噔噔 但是東西我就必須一個一個拿出來 好像沒事欸 開漏斗是沒事的 那只是 東西滿了 拿完之後再來回收漏斗 那漏斗 裡面東西噴一堆 好 你看看喔 骨頭不要 我還是 等一下我們太多的話 再放個中間箱 把一些東西傳出去 像這個鞍 鞍有夠佔位置 好 那我們繼續找 繼續找別的寶箱 欸 啊裡面有 喔這個也會拿喔 黑石那個也會拿欸 香精黑石他們也要拿 好 可是這個拿了他們 不會給東西啦 他會撿走 然後他偷偷偷走 這個黃金他也要啦 繼續往 呃可能要往上走了 應該是後面那一整片牆 那個是新的堡壘 那這邊 哇喔 我想直接從天花板 前進 哇好像 喔 糟糕 我的食物要吃完了 欸 我的中間箱好像沒有 不用養死欸 我的肉 上次回家 沒有烤那麼多 啊一下就花光了 吃光光了 好 這邊搜一搜 也可能要再 可能要回去 補一點食物了 這種地方 啊有樓梯 但是這個岩漿 哇 我們還是從外面墊上去好了 有了 直接爬上來最高層 有三個寶箱 算是兩個 一個大寶箱 一個小寶箱 那 請你 離開 請你離開 雖然這是你們家 但是 請你離開 好不好 那再來還有一隻 這裡還有小小的一隻 送你離開 牽你之外 來現在開小寶箱 噔噔 有骨塊 朱布林的旗幟欸 這算是比較稀有 但就是好看用的 那再來是大箱的 還是沒有鑽石 但是箭矢 哇 直接一組箭矢喔 會不會太誇張 好啦我這邊放個終界箱 把一些東西傳回去 那 鑽石 欸 兩顆鑽石先收回去好了 那這個朱布林的旗幟圖案 我記得是一個朱鼻子 我們之後也許可以把它放在我的這個 盾牌上 做成一個旗幟 箭矢喔 箭矢我發現也不缺了欸 我現在撿到的箭矢也是 有點太多 今天順便補充一下 要看火藥水 真的帶太多 身上又太滿 所以我就裝個兩瓶好了 那果然我沒有準備任何食物 我這是最後一塊豬肉了 我們可能要稍微 打點殭屍豬人 拿點那個腐肉了 欸 這邊好像有往下的樓梯 這裡可以通出去岩漿 好 這裡 哇 這裡會不會要 欸 下面好像有路欸 這裡我要不要把它先 堵起來 它的源頭 源頭有夠遠的 先這樣堵起來 OK 好 這邊樓梯剛好往下 走 它削得好慢 欸有寶箱欸 有豬不靈 直接踩在上面守著喔 這裡的岩漿怎麼削這麼慢啊 這邊的岩漿 我們先把它 欸 欸不是逃到我自己啦 阿 阿 阿 救命 我金瓶果都磕下去了 哭 是要找我自己囉 燙 燙 等一下還是抗火還是抗一下好了 因為我現在沒有食物了 所以我現在不能亂扣血呢 我血還是不能亂扣的 來 請你離開 請你離開 拜託 有鑽石 有鑽石我就畢業就回家了好不好 鑽石啦 沒有 總之這邊又是更多箭矢 然後 骨粉 然後岩漿球一堆 鐵力18個 兩個鐵 還可以啦 欸好欸前面有刺竹獸 我們也許可以騎了刺竹獸回家 這邊我們電過去找他 我想用珍珠 我這個血量 我看看喔 我這個血量有點危險 阿我的骨壞 噴出去了 這個血量我可以先到 這個方向 拜託 喔 喔 半滴血 我這血量也太危了吧 這個岩漿海報多深 欸 沒多深 其實沒多深 大隻的來啦 貫穿 大隻的走開 我現在半滴血很危險 走開喔 走開 OK 好 我要騎那些 刺竹獸們 貫穿 來 貫穿 怎麼那麼多隻 貫穿 還想來啊 來 小隻的也是有傷害的喔 不要小看他喔 我現在半滴血就被他殺死喔 好近喔 不要亂跳喔 OKOK 剩下一點點小隻的 好啦那 我看看 旁邊那邊有一大片的岩漿海耶 這個我可以用那個方式游到上方去 不過上去我就下不來了 所以也是麻煩 我就 沿著這個岩漿湖走吧 我來了 我來了 你們不要再 越走越遠了 終於 終於有了好不好 我們馬上騎 欸不對 等等喔 我怎麼把我的岩全部都放回去了 等一下 我的岩全部放回去了 這邊我要再開一個終界箱 哇 我終界箱開在一個很微妙的地方 我的岩完全沒有留任何一根 好啦 這樣記得拿回去 還有什麼要拿的 還是有什麼遺言要交代呢 總之就這樣 我們回家吧 回家回家回家 啊 我們看看喔 欸你看這隻就走得很快耶 這隻走路的速度就蠻快的 欸岩漿 你最愛的岩漿 跨過去 沒錯 跨上來了 欸啊 欸 跨上來是跨上來的 欸 靈魂山它可以爬上去耶 喔怎麼現在的狀態怎麼 可以爬上半格高 剛剛不知道怎麼爬 啊蘑菇 太好了 我這邊先收集 欸蘑菇 有有有 我這邊先喝碗湯啊 這邊 窮到吃蘑菇湯 等我一下喔 這邊能做出珍貴的一碗湯 這個湯可以救我的命 救 欸救不到等一下 太餓 餓到救不到 不行不行 還不夠 那這邊看只能先來砍一下豬人了 只能吃腐肉了 來 吃腐肉度日 吃我獄髓劍 獄髓劍法 好多隻好多隻 這邊就不蓋陷阱了 直接打了 呃 要三刀 我們現在沒辦法暴擊 美人 三刀 一個一個來 一個一個來挨 不要急不要搶 大家都有三刀可以吃 給你 欸 給你刀 再來一刀 給你刀兩刀 這兩隻還沒打 有了 給我肉 還有人嗎 我怕上面會不會掉下來 沒了吧 沒了吧 吃腐肉囉 三個腐肉 好少喔 這樣子就有肉蠻少的 來了可以回血了 而且我剛剛沒有飢餓欸 開心 然後這個蘑菇居然長在岩漿快上 這生命力真的是有夠驚人 欸等一下 我怎麼發現我不會回血啦 我的寶石滿了 但是我的血量怎麼 不會回 啊嘞 啊我的血量是發生什麼事了 啊 不會回血欸 我的血量壞了喔 為什麼 為什麼 不會回血 為什麼 你說啊 為什麼 你說啊 說啊你 不會回了 發生什麼事 啊嘞 啊我就這樣 血量就只有這樣 欸回了回了 也太久了吧 那血量也卡太久了吧 好的 好的我們靠豬人呢 也差不多填飽了 可以再 持續上路了 那之後就看一下有紅蘑菇在撿 應該就OK了 好的 騎回我們的 刺足獸飄去哪了 呃 我希望他不要浮空 來了來了來了 應該沒有浮空吧 好正常了 還是玩家只要 欸 欸 欸 現在又可以跨過一格高了欸 奇怪 他怎麼又可以跨上一格高 哇他血量怎麼那麼慘啊 剛剛是被誰打到 呃那個幽靈怎麼 身在那邊 好吧我們跨過 等等 等等 我們 跨過那個大路 不是你走開 不是你走開 噢呦 混混火 欸你走開 你 走開 你 走開 炸不到他欸 這個角度 有了吧 有了吧 好靈火我燒到了 等等 呃 等等喔 那個丟下去啦 上去 那我們今天的新地獄生存 就到這邊告一個段落啦 非常感謝大家收看 那 接下來就看一下 還會有什麼樣的更新 在這個1.6星期版 到底什麼時候才會正式版呢 然後還有沒有什麼新功能 我好希望可以交易到 書本或是紙章喔 這邊這不停都不看書欸 都不用紙的 不過也是啊 他們就是 沒有 這邊根本就沒有紙的原料 他木頭 欸 木材做成原料應該蠻合理的啊 但是要水 喔 要紙 要做成紙杖的話需要很多的水 但這裡沒有 所以 以這個合理性來說呢 要換到紙 應該是沒辦法了 這邊呢 比較期待 應該是黑石 如果可以做出沙輪 就沒問題了 好不好 期待之後會改成這個樣子 希望官方有聽到我們心聲 我看到蘑菇囉 我可以喝蘑菇湯 飽食一頓了 好的 那我們的食物來源 應該暫時不缺 沒有問題 那這集先到這邊告一個段落啦 非常感謝大家收看 我們下次再會囉 大家 掰掰